Hello大家好我是Ann 今天的造型是不是不一样 特别的青春火力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视频里把头发扎上去 但是你们懂的是什么原因 虽然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1月底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是在春节过后 才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想要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改变 然后想要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生活方式啊 然后想要过得更加的有效率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等等 It's a new start 我不知道笔涕有没有流出来 反正大家听我的声音也知道 有点感冒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还是一个不正经的视频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2018年的Bullet Journal 这个读音真的很难读 作为一个不是英语母语的人 读这个单词我感觉有莫名的拗口 Bullet Journal呢翻译过来就是子弹日记 那其实就是我们意义上的形成日成本 那我觉得写日成本跟手账最大的区域 就是日成本是规划你生活的一种方法 那么写手账更多的是写一些你自己的心情 像日记的一种形式 然后需要很强的一个绘画功底 我觉得去写手账才会比较的有意思 日成本就不一样 入门门槛非常的低 就是一个本子然后一支笔 你就可以开始写你的日成本 然后去做你的Bullet Journal Bullet Journal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首先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加的有效率 然后第二点就是非常的舒压解压 因为有的时候事情特别多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的烦躁 心里很乱 然后你不知道该做哪件事情先 就觉得生活一团糟 但是你写了Bullet Journal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被整理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等会儿我让我拿到一些 好我没有找到我旧的那本Bullet Journal 但是没事我可以聊到这个 那我其实是有两本Bullet Journal 一本是之前在我视频中出现过的灰色的本子 淘宝上可以买到的已经帮你规划好的日成本 那么里面已经帮你打好了所有的年规划月规划 然后星期规划等等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每天的想要安排的事情填进去就好了 那么那种Bullet Journal我觉得缺点就是 第一比较的枯燥 就是你不能自己去绘画一些东西 然后第二点比较的死板 那像我们刚刚开始做Bullet Journal的话 其实不太容易每天每天都去坚持 中间可能会有一两个月份会有一些空白的位置 那么像我这种人呢 如果中间有很大段空在那里 我就觉得这个本子我莫名的不想要了 所以我觉得规划好的那种Bullet Journal 相反不太适合于新手 它更适合于你已经养成就写日程习惯的一些成功人士 商业人士等等 如果新手的话 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像我一样 买这种空白格的本子的 在Ib站上面有非常多的写Bullet Journal的这些博主 那么YouTube上面也会有非常多类似的视频 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比较业余的分享一下 我自己2018年我的Bullet Journal的一个setup 想要更专业然后更fancy一点的那种记录方式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专业博主他们写日记写笔记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我的这个小本子 蓝色的皮质的笔记本 然后我自己加了一个这个袋子 是因为我上一本的笔记本有这个袋子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就把它原来那根袋子拆下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买到这种袋子的笔记本 我觉得可以DIY一个非常的有用 前面一小部分是写过的 是我2017年的时候的一个Bullet Journal 那么2018我写了一个新的这个一个页面 其实我写完自己的这个Bullet Journal之后呢 我觉得有点后悔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用了太多的颜色 不太符合我自己的风格 单单用黑色的笔记就好了 在我这个年龄 但是呢既然已经写了就接受它吧 然后翻开来就有两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是key 那么写Bullet Journal的时候 一般都会去制定你自己的一些key 也就是说你用的一些符号 那么点就是task 也就是你要做的一些事项 然后task complete 就是说你完成了这个事项 然后三角包就是说它没有完成 你要延后去做的就画了一个这个箭头 拍视频我用了一个这个比较浓墨仲采的符号 因为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三角包呢是invance 也就是一些要参加的活动啊 然后已经很早就预定好的一些活动啊 都是用这个三角包 然后这个雪花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就是注意的 然后第二页我写了一个futurelog 其实在youtube上面很多的博主会写很详细的futurelog 用四到五页的这个页面去写 那么我就直接把我的futurelog写在了这个calendar上面 你已经非常清楚那个日子你要去干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很早定下来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比较重要就像是这个 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生日 我就写了 然后这就是我泰国的旅程 然后像618呀 然后像什么双11双12呀 然后像10月份我的婚礼呀 我都有写记录 然后12月份是我的生日啊 双12呀 然后以及你们ryan小姐夫的生日啊等等 其实我自己觉得futurelog对我来讲 并没有说那么那么重要 所以我就是一个页面就简简带过 然后翻开之后呢 是写2018年的一些目标goals 然后我有写四个方面 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目标 然后像自媒体的一些目标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目标 然后就是像一些旅行啊 就是生活或者是一些旅行的一些目标 对每年的新开始去设立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wish list 也就是我要想买想得到的一些礼物 想得到的一些东西 我会写在这个wish list上面 所以小姐夫 注意啊偷偷看我这个页好吗 其实我觉得写beauty会更加的贴切 因为是美妆品和护肤品 我可能都会写在这一栏 然后fashion的话就是像包包鞋子 什么衣服之类的可能会写在这一栏 很想得到的一些仪器类带或者其他东西 我可能会写在这一栏 然后下一个页面我用了非常大的篇幅 去写一个growth tracker 各个自媒体平台的粉丝资长情况 我想要2018年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 那我们就拿youtube这边来举例的话 我就画了一个youtube的符号 然后写了growth tracker 然后写了1月份到12月份 所以每个月我都会记录一次 然后在这个方框里面写上 这个月跟上一个月的增长数等等 那么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月份的 一个记录是怎么样记的 其实月份记录的方法有很多 我自己也会采用非常多的方法 那么1月份我采用了非常简单的这种格式 去写一个monthly long 每页我画了4个格子 前面的这一格叫做no 然后这一周需要达到一些小目标呀 或者是一些想要记录的东西 都可以放在这一边 然后这里开始就是我的日历 呃1号开始 一直到31号 然后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Thursday 其实1月份我还没有开始记录太多 因为这个月真的很宅 那么每个月当中 除了这个monthly long之外呢 其实还可以增加很多的页面的 在周计划之前我还有这个video planner 比如说这个vlog翻外篇就是我餐厅的那个视频 我就会写一些大纲 那其实我还有很多的可以写的位置 就是它活动性质非常强 就可以写自己想要的东西写上去 对的 然后接下去这个页面就是我的周记录 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日程记录的部分 那我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格式 是竖条痕的格式 然后上面这个部分呢 我就会写比较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是可以写invent 但是呢 我把我自己的要拍的视频 放在这个上面的这一栏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订泰国的酒店呀 然后拍就是两寸灶呀 然后泰国的签证要办呀等等 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可以写在下面 这样子一溜的写下来 OK 做完了我就会写一个圈圈 那么没有做完的我就会写一个三角包 然后就第二天去做 我日程方面基本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日程其实有非常多的记录方式 也可以横版的一个方式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样子 所以那也是我就是去年的一个记录方式也是非常实用的 那么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啦 其实里面所有内容都是可以变动的 用更多其他你自己需要的tracker 比如说一些hubbies tracker 就是你一些习惯的最终 你想要去养成喝水的习惯 又或者是想要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等等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hubbies tracker 做一些学习计划的一些东西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一些新的帮助 希望2018年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有效率 我觉得bole journal是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 工作是需要自己去安排的 然后就没有定死的说朝九晚五去工作 你的生活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框架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一定去写 但如果你是像学生像在大学的学生 又或者是像自媒体的一些创作者 又或者你的工作是比较的creative 就比较的像设计师之类的这种工作的话 有很大的自由度 那么我觉得bole journal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形成的方式 对,2018年我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过得更加的有效率 把频道做得更好 给大家做更多的视频 然后生活也更加的精致 对,也没有尝试过bole journal的一些妹子们 你也可以做你们自己2018年的bole journal 那么我打算临时给你们发一个小福利 就是这个跟我同款的这个本子 我写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纸质 然后外面的这个材料我也挺喜欢 然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造型 点赞关注和转发这个视频 然后我到时候会抽三个妹子松这个本子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支持我的视频 OK,那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